我愛的是它的品質 加上麗米線 越是亲密 我们反而应该 越去尊重对方的感受 所以不在于 是爷们还是不爷们 不在于是女人 还是不女人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们在婚后 愿不愿意尊重彼此 从过去家庭 从过去的生活中 带来的习惯 思维方式和处事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个 改造太难了 我们都知道 现实生活当中 让一个人改太难了 只能改自己 改得去接受 也不是改性格 改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你们自己掂量吧 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其实就像老师讲的一样 有的时候 希望你能多尊重一下我 我心里面的想法 其实我想要的不多 也不贵 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那个态度 大气一点就好了 其实呢 有些时候 也希望你为我想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作为一家之主 其实我也是很有难处的 我们在生活上不细腻一点 那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希望你也可以理解我一下 所有的表述里面只有我 没有你 你看女生的要求是 我希望你是这样这样这样 考虑我 男生是 我是希望你变成这样这样 我是多么的难 其实这一旦有这种表述的时候 我们基本可以感受和理解到 在这个关系当中 你们还没有真的做到 为对方去着想 其实我想老师们谈的最多的 最核心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这是不是成长吗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女生啊 你要想找那种小鸟有一个人的感觉 你得变成小鸟 您老是大苍蝇那种 那没办法呢 你看很多这个女生到这个环节肯定是柔弱的 一下就扑了过去释放了 她自己还端着 你怎么行呢 所以就慢慢接受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啊 再抱一下 绝对不一样 马上就是小鸟一人 就这道理 就这意思 抱走吧 特别难言就那一下 是吗 就刚才那一下特难言 你看 他就要这个啊 对 哎呦呦呦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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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